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一年一度的赛事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 来自中国大陆 港澳台 菲律宾 越南 以及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华裔均有参加 是华府地区华人篮球最高水平的比赛 大华府地区有众多的华人篮球爱好者 许多华人常年活跃在大华府地区的篮球场上 参加这一比赛是检阅篮球水平 以求会友 增进友谊 提高水平的大好机会 从希望中文学校的角度和美金华人活动中心 都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把这个活动每年能够把它搞下去 这样对于大华府地区的华人 来参加篮球活动 是一个以求会友交流的挺好的机会 从裁判还有队员也是越来越重规化了 对吧 对 没错 早年我们这个所谓的裁判都是自己互相做 那当然有时候自己互相做 难免会升值比较多一点 所以后来就比较等一下转向于 请专业的裁判来做裁判这样子 这个篮球排球等等这一系列呢 就是促进了大家锻炼身体 同时呢也是融入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手段之一 所以呢我们还得接着办下去 我们得办得更好 让更多人参加 此次比赛的冠名赞助商王亚亚女士 在华府从事金融保险工作已有十余年 勤恳服务于华人社区的她 一项热心支持当地的各项公益活动 所以此次比赛也得到了她的热心赞助 这也是王亚亚女士连续第五年 赞助这项大华府地区的篮球盛会 我觉得这个体育锻炼特别重要 我们平时工作也特别忙 如果有这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玩一下 比赛一下 也是可以就是说增强我们的健体嘛 对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规的一个主办方 然后我们可以加点赞助的话 就可以把这赛事做得更规范 来的人也会更多 这是我当初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是对社区的一个回馈 今年的比赛不限球员年龄 小至高中生 大学生 大至四五十岁以上的 都有组队参赛 球员们从马里兰 弗吉尼亚和华盛顿DC 汇集到比赛场 今年的比赛现场甚是激烈 球员们经验丰富 球技战术俱佳 拼劲十足 很多大华府地区广大篮球爱好者 也前往观战 为球员们助威加油 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也比较不容易的 然后终于是获得了一场胜利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是历史上的突破 但是呢我相信咱们的这个比赛肯定会越来越好 然后呢也是在此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主办者 还有这个组织方 然后对这比赛的这个投入 然后还有感谢这么多的那个桥界的朋友 对这个活动的参与的这个热情 比赛已经结束了 最后我们祝愿所有的球队以及球员 在下届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我是记者刘玲 在西北高中的体育场为您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